各位麦子轩的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目主要是讲解我们最后的总结部分 在总结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大概讲的哪些内容 但是并不一定是全部都会提到 首先呢 我们重要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所提到的三个工具 第一个呢 是一个新的类似于CocoPod的一个管理工具 然后另外呢 是两个库 大家可能会平时会可以花一点点时间 去使用它 另外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非常多的一些相关的详细的资料 去完成一些相关的练习 接着呢 我们在课程概述里面 也就是一些相关的概念 在这些概念当中呢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扩展点的选择 因为我们的本身的APP呢 才会提供完整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但是我们的扩展呢 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单一 但是我们的功能比较单一 但是我们所完成任务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这样的一种扩展类型 然后呢 以方便我们的服务呢 以更好的方式展现给我们最终的用户 另外呢 大家可能要养成一下我们去查找相关文档的这么一个习惯 因为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开发过程当中呢 其实并不是知道它的 或者说你已经知道它 但是你已经忘记它了 那么你可以在SDK文档当中呢 找到一些相关的东西 在视力详解部分呢 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东西 但是我给大家开了一个头 大家可以沿着这个轨迹呢 去深入的了解每一个小部分 在每一个小块的部分呢 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在我们开发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都是一些基础的知识 只是呢 我们在这儿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现给大家 大家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呢 去理解这个扩展是怎样工作的 以及我们需要提供怎样的服务 去展现给我们最终的APP的用户 我们在这儿以后